大家好 我是烏日區農會義務指導員 我是玉婷 我今天帶來的是青乳酪蛋糕 然後我要介紹一下我們使用的材料有 我們的米糊粉 還有我們的鮮奶 無鹽奶油 還有乳酪 雞蛋 然後還有我們的低筋麵粉 玉米粉 糖粉 然後我們還會使用的是檸檬汁 好 那接下來要教大家如何製作青乳酪蛋糕 首先先加我們的無鹽奶油 還有我們的乳酪 還有以及我們的鮮奶油 加在我們的鋼盆裡面 然後做隔水加熱的動作 這樣奶油跟乳酪還有鮮奶油就會融化 那我們這個步驟就可以做攪拌的動作 一定要先隔水加熱喔 不然它會形成顆粒 好 我們現在攪拌到它完全融合在一起 然後呈現這樣的狀態 呈現這樣的狀態 我們就可以加入我們的糖粉 一樣繼續隔水加熱喔 一樣繼續隔水加熱喔 攪拌到它糖粉融化 好 那我們現在要來加鮮奶喔 鮮奶我們會分兩次去進行加 加進去的動作 好 第一次加進去 一樣是把它拌到融合 一樣是把它拌到融合 那我們操作的時候 一樣都是隔水加熱 好 那我們現在再來加第二次的鮮奶 第二次的鮮奶 第二次的鮮奶 好 我們先來攪拌到這個程度就可以了 就是完全融合的程度 這個程度 好 接著我們要加芋米粉 芋米粉 芋米粉就是少少量 加入粉在攪拌的時候要輕輕的 把它拌到沒有顆粒就可以了 好 那接著我們要加入蛋黃 蛋黃我們要一顆一個的加 才不會它加得就太快 因為它現在下面是隔水加熱 好 如果太快加的話會凝固 好 把蛋黃全部都攪散之後呢 我們就要來加低筋麵粉 好 把蛋黃全部都攪散之後呢 好 我們一樣加低筋麵粉的時候 我們要輕輕的攪拌 這個部分的蛋黃麵糊 我們會進行一次過篩的動作 這個動作是為了防止它有 沒有攪散的顆粒狀的低筋麵粉 好 那我們就準備一個 濾網 然後將我們的蛋黃麵糊 給倒進去 把你的蛋黃麵糊刮乾淨 到另外一個鋼盆裡面 過篩的時候它就是會有很多顆粒 低筋麵粉的顆粒 那我們要將它過濾掉 這樣我們的輕乳鍋蛋糕 就會比較細緻一點 好 那我們剛剛過篩完的蛋黃麵糊呢 我們就先放旁邊 然後我們現在要開始下一個步驟 先準備我們的蛋白 然後再準備我們的檸檬汁 還有我們的糖粉 好 那現在我們就可以開始來打蛋白霜 我們先從慢速打發我們的蛋白 然後再來做下一個步驟 打到我們的蛋白呢 有一點點泡泡 有一點泡泡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先加一下我們的檸檬汁 對 好 我們先加我們的檸檬汁 然後再接著跟蛋白一起打 好 我們蛋白打到像這樣子 我們密的泡泡之後 我們就可以加我們的糖粉 將我們的糖粉一次性的加進去 好 接著我們一樣是用同樣的速度 中低速度去打 好 當我們的蛋白霜打到像這樣子 比較細緻的小小的泡泡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換我們的速度囉 我們就要稍微高速一點 我們的蛋白霜就打到濕性發泡 濕性發泡就是開這樣 一個小勾勾 尖尖的這樣就可以了 這時候我們就取出我們的 三分之一的蛋白霜 到我們的蛋黃麵糊裡面 好 我們進行攪拌混合 那我們使用刮刀把它拌勻 好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加到蛋白霜裡面囉 好 喔 把蛋白霜和蛋黄面糊拌均匀 由下往上 这样拌匀 搅拌到它蛋白霜看不到就可以了 这样 拌拌到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要分装到烤模里面 首先准备一个8寸的烤模 还有一个小的6寸的烤模 那我们沾取一点点面糊 把烤肥子沾在我们的烤模上 在我们脱模的时候比较方便脱模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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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沾好面糊的烤模 它就会这样 比较完整 那里面也要放一张底纸咯 好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面糊 也倒进去我们的烤模里面 8分满就可以 倒到8分满 好 好 这时候会这样凸凸的 我们就稍微用刮刀让它平整下来 好 好 然后放旁边 看小的 这个配方会 可以做一个8寸 一个6寸 好 好 然后我们的面糊给挂干净 一样稍微用刮刀把它画个圈 好 这个步骤还有需要把它里面的空气给震出来 所以下面可以垫一块布 一块布 不垫也可以 就声音比较大 好 好 我把空气给震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准备进烤箱了 那我们现在烤箱已经预热30分钟 然后是用250度预热 那我们现在准备用250度烤10分钟让它表面上色 然后再接着150度烤40分钟 烤熟了就可以了 那我们一定要隔水加热哦 好 那我们现在10分钟已经到了 我们要先确认一下它的颜色有没有烤上色哦 我们先来看一下 有 两个颜色都已经烤上色了 那我们要准备一个熄火纸 把两个蛋糕给盖住 以免它再继续上色 这样子它的表面会太焦黑 好 接下来我们要转一下它的烤温 上下火给它转到150度 然后我们烤40分钟 这样子烤完就可以了哦 好 那我们出炉后的蛋糕 一定要放到完全冷却之后 我们才可以给它脱模哦 那脱模的时候记得是要这样子 然后倒扣在一个平整的盘子上 这样子它的表面就不会皺皺的 这样子就是我们制作完成的 米骨粉青乳酪蛋糕哦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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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